大家好,我是艾迪圣 那么上一期呢,不是上一期的 上几期给大家演示了这个死灵法师的这个无敌死意这个build 那么我也说它缺点呢,就是如果你不用鼠标红的话 会相当的难操作啊,你的手指头会练得非常的灵活 那我也最近换了一个新的这个鼠标啊,雷蛇的这个鼠标 它是自带一个鼠标红的功能的 所以我觉得买了就不能浪费啊,我也就现学现卖 教大家怎么设置一下比较简单的这种鼠标红啊 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一些操作吧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 首先你要有这种带鼠标红的鼠标 那么我推荐雷蛇这个鼠标啊,我没有掐饭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买的,几十几十刀吧 换成人民币可能不到200块 那么你接上这个鼠标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给你安装这个雷蛇的这个这个这个app 那么它就可以设置你的鼠标红了 好,那么设置鼠标红之前你先搞清楚 你哪些按键需要用鼠标红的 比如说无敌死意好了 它sdf我这三个按键呢是要不停的按的啊 所以说如果我不用鼠标红的话 我这样手指头就会非常的累 那我就应该把这三个键呢用鼠标红来帮我解决 好,那么就设置 设置的话非常简单 好,那我们就先进入这个雷蛇鼠标红这个 它的这个app的首页 那么就点这个macro这个 这个按钮 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红的这个设置页面了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我们需要把sdf这三个按钮呢 把它用鼠标红操作替我们解决 那怎么设置呢非常简单 我们先添加一个鼠标红在这里 添加一个鼠标红 然后我们点这个record 这个record就是记录你这个按键的这个 它会记录你的按键 比如说好,它三秒钟开始了 321好,sdf 好,那我们就把sdf这三个按钮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之后呢 你要绑定你鼠标上的这个 它有多一个按键在这里吗 你绑定这个键 像你 你选择你的鼠标 然后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按键 然后鼠标只有按键点它 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playback option 就是说你要怎么 循环你这个按钮 那我会选择这个 就说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不停的在循环 好,你点save ok 好 那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有个delay 那么我会设置成0.05啊 我也是看一般别的别人介绍 就说你要这里设置成0.05 就说你因为你这个网络都会有一点延迟嘛 对吧 你多少有点延迟 如果说你不设置成这个delay的话 有可能啊有可能它跟那个延迟就会跟不上会怎么样 然后导致这个按键呢 无法 无法就是正常的这个循环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 这里sdf对不对 然后设置这个button也设置好了 然后循环 然后这里延迟都设置好了 好,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吧 现在这组层里面试一下 我现在按这个就按鼠标的这个键啊 我先一按 你看它就开始自动放了 看到没有我就按了这个键 它就sdf就自动放了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开这个王者监狱 好,开了之后 但你们发现啊 我走路不是很顺畅 因为他没走几步 他会自动的放这个重生啊 我就就卡住了 我的人就会因为施法动作就打断我走路嘛 是不是你看我这样走几步 他就会卡一下走几步就会卡一下走几步就卡一下 那我觉得呢 这可能会就是你打起来就不是很顺畅 我们可能要优化他下优化他下 那么你再按一下 他就停了 那么在我们稍微做个小小的优化哈 我不想就是他帮我按D这个重生的这个这个技能 那我就可以把D这个键删掉 把所有D的这些都删掉 SF对吧 SF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就按这个键 我按一下 哎怎么还是有D 哎奇怪了 哎 那我再来一遍啊 先暂停先暂停这 我可能是要重新弄一下先 呃 我重新那就重新来一遍吧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是吧 复习复习 比如说你先添加一个新的鼠标红 record 然后好准备我就用 SF 好我叫SF 然后绑定我的鼠标按键 绑定了 我喜欢用这个键 然后这里循环 这里也设置好 save好 那按道理这一切都是好的了 我们再试一下哈 我按一下 你看现在只有用S跟F了 只用S跟F了 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呢 你看我现在走路就不会卡了 是不是 那我什么时候想用重新呢 我就自己手动的去释放就可以了 这样就 我有些操作的这个权利 是不是 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AI帮你做好了 或者你的机器人帮你做了 都是最好的 自己还是有些主动权 自己有些主动权 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没有这个秘境 没事打个小秘也可以是吧 我们打个小秘 好那我们就来打个那个91层 试试看我们速刷一层试试看 然后 看一下这个红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啊 进来了 我先把红打开了 先把红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那么呢 我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间这个第一这个界是我自己在按 那 其他两个按键的时候 他帮我再按 嗯 你的CD要断吗 继续 所以我还不是很习惯这个 哎呦我的妈 我还不是很习惯打这个无敌死 经常会断CD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 不过有了红这个红之后呢 不管怎么说 他的那个操作都变得简单了非常多 啊 如果你说你真的很想再偷懒一点的话 你把中间那个重生卡住也是可以的 叫你啊 你习惯习惯也就可以了 啊 你可以把三个键都卡住是吧 那就非常的简单 好 你看这个CD老师断 如果你怪一断的话就很烦 啊 我不知道大家 嗯 嗯 是我这个 装备不够好还是说什么原因 你看他又断了 说打的不够快吗 搞笑 快点快点下去 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装备不够好 伤害不够高 秒表怪 秒表怪的时候呢 这个CD就会一直断 我应该在打低层一点啊 我应该在打低层 不过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鼠标 哎 你看怎么又断了呢 奇怪 做装备没有配好吗 啊 打boss boss应该很快啊 好了 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红给关了啊 关了不然都你回不了层 你开着红看你开着红你是回不了层的哈 他会被你的技能给打断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红给关 好了 那么今天就是这个 鼠标黄设置的一个简单的演示 先忽略忽略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打的这个好不好 我主要是给大家演示这个鼠标红的这个设置 鼠标红这个设置 跟他的一些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那么 你自己有有什么习惯的按键方法呢 你自己去多试几次就好 不一定要非得按照我这样子 只不过操作的步骤呢就是这样子 操作步骤就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多设置几个 好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熊不分 将声比较适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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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